好 这是暑假呢 Unity 延期的第一天的作业要做一个弹珠台 那当然上课的例子其实就有一块板子跟一些物件 那在这边呢,我把进来完成好一点 那这里面呢,用到几个想法 就是所有的弹珠台上面,只要是静态物件 就是扣掉那个弹主者那个物件以外 或者还有其他的会动的物件 推动的物件呢,就不拆在这里 然后呢,尽量把贴图整合在一起 这样呢,降低DRAW CODE 可以提升它的效能 制作的时候呢,为了减少拆贴图上的困难 所以我也会采用这样的操作形式 事后呢,再来做 一只脚的复制动作 好,那这样我贴图就只要拆一次就可以完成 好,中间摆的这块呢,到时候会用 UGUI UI的方式呢,去扯线这一块区域 所以等一下在UNITY里面才做这个部分 目前呢 是以这个板子的PIVOT为中心 所以这个地方呢,是零 嗯 未来在UNITY里面可能会需要做一些倾斜角度 那目前 还不确定 但是呢,我还是可以先预测 大概猜测一下,可能会先转几度 好,我们可以先做一下 比如说转10度,10度好像有点多了 好,以单柱台来讲,大概转个5度 应该就是个适合打的曲线 好,不过呢,现在转的话呢 会造成我在UNITY里面要放置物件的时候的困扰 所以现在先不处理这一个部分 好,呃 等到要弄的时候呢,再想办法处理这个倾斜的处理 好,也许这一块需要detach出来单独 呃,唯一一个物件 好,那这个物件呢,就做 然后,export 好,那我输出的东西呢 不需要特殊物质的资料 呃,它也没有animation 好,所以就 那 材质,呃,可以一并的出去就没有问题 因为反正 其实 应该是要全部重设了 好,那这样子就已经输出 所以接着我们要看UNITY的部分 好,打开UNITY的画面 这是今天白天上课 这个演习所做出来的呃,呃 呃,呃,呃 就是一个呃,以用 实际内建的物件所拼凑出来的 一个呃,单出台 那这是在另外的 流氏做的物体 好,还有呢,应该 刚刚所做的物件也已经抓进来 所以我们要来看的是呢 啊我要重建这个状态 然后使用的是我现在所做的这个模型 好 所以file new thing 从头开始 好 这是我们型的物件 那他的pivot他呢 呃 我是以那个重建那块板子为轨通心 所以把它射到000的位置上 嗯 哦 呃 好 那他的尺寸呢 呃我是依照这次世界比 力去计算的大约180公分长 宽80公分左右吧 好 大概是这个尺寸 哦 对还有个按钮没copy 待会回去call 好 看到这边 这边还少一个没有copy过来 而且位置还要调整一下 那这回 啊 mace再处理 嗯 好 还有啊 photoshop的psd的 line的那个layer 忘记关掉 好 另外呢 为了尽量的节省面数 所以底下的面 好 所以全部是删掉的 嗯 只能从上面往下看 好 我们调整一下摄影机的位置 好 那以在gameview里面可以看到整个啊 台座为主 好 但其他部分 看不到就不管了 嗯 嗯 嗯 Directional line 我应该不是打Directional line Point light 好 把这个啊 Dizmo挑小一点啊 有点干扰 好 好 大致上啊 形成这个状态 嗯 好 那首先有几件事要处理的 呃 我的背景图 哦背景图还没抓进来 对 好 嗯 嗯 这张是我的全体的图 呃大小是2048 没错是Texture 这张我要作为 这个部分应用的 呃 它是UI Sprite 2D and UI 嗯 它的大小是 1024 Apply 做一个啊 把它做一下设定 好 嗯 那其他的东西因为 呃这是之前档案的 所以我还是会去把它做一次重建 所有的图都要设定一下 它正确的尺寸 好 就正确的尺寸 都要做一次设定 好 那接着呢 我们要来放置 我的阻挡体 嗯 嗯 嗯 好 那从 正上方 这种线性的状态来看 整个来说太大了 所以做一下Scale 以下呢圆圈圈呢 是参考体 所以 并不用非常的精确 好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 这是我的一个block 按一下Ctrl D 会产生复制 就是这个地方啊 你可以看到 在我的gameview里面 啊 的画面长相 好 另外呢 啊这几个是 灯号 就是A B C R 这几个啊 灯号的 显示 啊 应该要自己做图 不过呢 现在没有时间 所以我另外直接 就用game object 3D object 啊 我使用球体 需要建立material 就是bonus灯的 A A 一样可以Ctrl D 复制它 然后改名字 B 那这些贴图呢 都对应在 栏位里面 那就可以看到 啊 图上去了 把它缩小看一下 就知道了 做旋转 看一下 好 A在这里 所以是 这个是0 啊 翻了 好 那 当然 但其实应该是用 圆柱比较好看 啊 不过希望它有点 弧度 所以我是用 就是一个扁扁的 好 A Ctrl D B 复制一个 好 那这个物件 是个B 所以bonus B 那我目前还没有打算让它 呃 其他部分我就不先不做完 因为 操作上是一样的 就不管它了 好 好 所以一些 啊 滚的东西 好 那还有一些控制 的啊 就是间隔 挡物件的间隔体 0.1 1 1 1.1 好 放刀 呃 用胶囊只是为了它看起来 好像比较好看 纯粹 纯粹只是为了这个意义而已 嗯 好 而且半个的时候呢 啊 大概刚好 啊 差不多了 好 就会形成 这样子的 啊 状态 但是它的Collider不能使用 因为Collider呢 嗯 没有办法做 压扁的动作 所以呢 我們remove 这一个component 然后 add component physics boxCollider 就会符合这个 造型 好 当然 撞不到这地方 不过我们就当做 没看到 嗯 好 那 呃 呃 这个其实呢 在Max里面做 会 就直接做上去 到处一起调整 也可以 啊 那在这边做的话呢 呃 目前这上面并没有画它贴图的位置 所以需要给它另外一个材质 所以需要给它另外一个材质 那不能用这边了 好 那只要create一个新的材质 嗯 嗯 好 那直接设定一下颜色就好了 这边暂时只有颜色 好 那继续Ctrl D 五字 啊 我忘了一件事应该先改名字 现在会变成全部是交纳 好 那 嗯 要符合A8的颜色 当然就是纸的 好 那当然在另外再做 我们先来看 这个灯把它再拿远一点 干扰视觉 而且 应该是说Gizmo做的 或者亮度再调高一点好了 嗯 那Gizmo还是太大了 好 再小一点 现在好多了 嗯 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这块背板 也是今天比较稍微特殊复杂一点的部分 我们需要一个UI Canvas 画布 那这个画布呢 啊 我们必须进去做它的设定 它是使用Wordspace 啊 世界座标的方式 然后呢 我们必须把它放到 正确的位置来 所以这个 目前是非常非常的大 先把它设成2 试试好了 试试又不见了 好 出现了 在这儿 啊 还是很大 这么大 还是非常的大 还是非常的大 所以刚刚的4 4 都还是太大 2 好 可以看到 好 现在目前的大小这样 我们使用这样的操作调整 把它缩到 好 符合这个区域 要塞进去 比它多一点出来一点点 像这个样子的 像这个样子的 形态 然后再create一个UI image 那这image会非常 就是尺寸又回到那个大小 所以 我们要选择这边 按着auto键 这边会变化 好 选fit 影像 就会符合到这个范围 接着把我所做好的 要当做分数的这一个 它是 spreadUI 所以要放到 source image 里面 那我的 形态就完成 还有呢 我们需要放上分数 还剩几颗球 bonus 的资讯 那我的scroll 在这边 bonus在这边 剩几颗球 在这里 UI text 一样 它还是会是一个庞然巨物 不见了 到哪去了 在遥远的地方 目前呢 这是我们放文字的 这一块 对 好 这块板子放文字 那 为什么它的字 什么都看不见呢 因为它 其实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想法 先做30乘 20 文字出来了 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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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的颜色 好 那再更大一点 就是这样子的颜色 然后它是这样子的颜色 那么它是这样子的颜色 就是这样子的颜色 这个原因在于 我们要用 把它放大 就是用大的板子 用大的板子 字体还要再大一点吧 好 用大的板子 高度20 20太小了 25 50 用大一点的板子 或者 然后缩小 然后缩小 好 那这样文字就会清晰 因为这还可能还要再 更 0.5 0.02 0.01 好 像这样 这样子字体就会清晰 好 就是放大 然后缩小 可能原本还得更大 然后字体再更大一些 那目前呢 先做到这个样子 点005 点005 好 排上去 OK 哇 还要更小 好 好 那这样应该OK了 再原始的大小 再大一点 那这样数字就可以达到 分数就可以更高一点 120太长 120太长 好 我们的字型 只有一个好吧 算了 好 好 好 那 呃 这一个呢 其实就可以直接命名一下 score Ctrl D 翻过来 bonus 好 球的数量 这个就不需要这么宽了 因为他大概只有 这个只会给他三颗球 好 不过是更大一点 40 40 肢体更大 至终 至终 颜色 OK 好 好 那这个大概就是今天所讲的部分 呃 还有一些命名就是 到时候城市会用到的部分 呃 明天再补上这个地方 那这些命名的名字 啊 还是要处理一下啊 还有另外就是 因为这是用来蹦蹦蹦弹跳的东西 呃上面这边其实要有个分数 啊 因为还没有做 这贴图其实还要再把这个55呢 啊 放到这边 啊 啊 这待会再去photoshop处理啊 现在也先不管他 啊 所以目前啊 完成的部分 就是这个形状 好 gameview的状态 全画面 好 你所看到啊 就是这样对一个啊 结果 当然这边还没做完 啊 还有flip就是啊 阻挡器 好 当初弹出来以后 会撞到这一个斜角啊 记得要做个斜角 如果垂直的话 他可能又弹回来 所以这边会是一个轨道区撞 撞 撞击往这边飞 呃 其实位置可能还要再啊 调整一下啊 你这个可能撞了下来 大概就这了 你也可能会是一个轨道区撞 可能 对因为 力道的问题 好 这边 也许这再加个阻挡物 或什么的 让他到这 那这边应该有个阻挡物 一般来说 会撞到这 再弹回来 好 那这是今天的进度